哈囉我們現在在Target喔 我們要給大家看一下 佩佩珠呢在美國出了好多好多新玩具喔 那我要特別介紹就是這一組 現在在外面 他是多少 你看 1 2 3 4層樓 4層樓的那個佩佩珠的房子耶 玩具屋 好可愛喔 所以這是目前美國最新的喔 哈囉大家好 我們今天要給大家介紹這一組 美國最新的粉紅豬小妹 超大 應該算是豪宅嗎 總共有幾層樓 我們看一下有沒有 1 2 3 4 4層樓 那目前是美國最新的佩佩珠玩具 那我把之前這一組拿了出來 之前這組就是一直都給大家看過很多次 嗯 之前的那個房子 那現在其實還是有賣 那他現在又出了最新的就是這一組 他叫做 他叫什麼名字啊 嗯喔這邊 Pepper Pig Line & Son Family Home 今年年齡是2歲以上喔 他有 屋頂 Octic window opens to see the star 然後還有一個望遠鏡 可以從屋頂接著望遠鏡看星星 總共有4層 然後有7個房間 然後這次呢 連爸爸租跟媽媽租的房間都有 然後這個是媽媽租的辦公室 然後他有一個小樓梯可以通上屋頂 配配跟巧智的房間 浴室 啊廚房 還有客廳 所以有好多 他說還有 Mardi Pudel with fun sound 喔喔還有聲音喔 Door mat with slide sound and phrase 哇他這個門一打開就會講話 然後他說 Over 22 inches tall 所以呢是22寸高 有13件配件 然後還有3個玩偶 雖然還蠻酷的耶 你看真的好興奮喔 好我們等不及要打開來了 趕快現在在睡覺 我們昨天才從台灣回來 所以他們兩個累垮了到時差 所以這一組真的還蠻大的喔 那我們現在馬上打開來看看吧 我們看一下喔打開來了 所以呢最新的這一組呢 就這麼高 然後之前那一組呢比較小 整整小了一半 所以我們來看看新的這一組呢 有什麼不一樣的 呃他配件呢其實都 等一下把這個打開來看看 喔黏住了 然後我們來打開來看看吧 好了全部拆下來囉 好所以呢東西全部都擺上去了 我們先看一下說明書好了 所以說明書在這裡 呃底下呢底座這邊呢要放電池 兩顆電池已經附進去囉 房子的後面呢有一個開關 寫on and off 關掉的話他就不會再講話了 然後他總共有四層樓 然後呢這就是講說附了什麼東西 好我們先從一樓開始 一樓呢這邊有一個門 是由裡面往 由外面往裡面推 所以呢就直接可以進來 這是附的沙發 跟之前的不太一樣 好然後呢已經有內夾一盞燈囉 地毯然後窗戶 然後這邊呢有一個小門可以通到廚房 廚房呢有冰箱 那冰箱打開之後呢都是食物 兩張椅子而已 然後桌子上面呢已經有水果了 所以這是一樓 我們再看看二樓 二樓的話呢是廁所浴室 浴室呢也是有個浴缸喔 你看跟之前的比起來不太一樣 然後呢之前都沒有馬桶 現在附了一個馬桶 好可愛喔 然後再看看通過這個門呢 就到佩佩跟喬治的房間啦 是雙層的雙層床 然後地下有玩具 牆壁上面呢有他們的畫畫 然後每一間房間都有窗戶喔 我們接下來到三樓 三樓的話呢應該是媽媽豬的辦公室喔 佩佩正在坐在媽媽豬的電腦前面 玩電腦遊戲 所以呢好可愛喔 然後這次給的佩佩呢 頭上是有蝴蝶結的喔 然後穿著小仙子的衣服 那這是美國出的 所以手是可以旋轉 頭也可以動 腳也可以動 然後從媽媽的辦公室呢 再往右邊看 就是爸爸豬跟媽媽豬的房間喔 是一張雙門床 喔 已經聽到會講話了 然後呢喬治 小仙子正在坐在爸爸豬跟媽媽豬的床上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這裡 這邊呢有一個樓梯 打開來之後呢就變成一個樓梯 所以可以從樓梯上去到頂樓 頂樓呢就是屋頂 頂樓的屋頂喔 樓一般嘛正在看著望遠鏡往外看 然後它有一個天窗 這天窗也是可以關起來的喔 要關起來 打開來 然後可以把這個望遠鏡放在外面去 所以真的是好可愛的一組玩具組喔 我們看一下這個呢 通往屋頂的樓梯呢 其實是可以收起來的 這樣就不會妨礙到媽媽豬工作 所以真的好可愛喔 怎麼覺得呢 然後跟之前這個比一比 然後還有一個很酷的地方是這裡 這邊呢你看喔仔細看喔 The cookies are ready Oh goodie cookies 媽媽豬說 餅乾做好囉 爸爸豬說太好了 餅乾做好了 Pepper George bath time 媽媽豬說 喬治屁屁來洗澡囉 Pepper George 嬰견時間 寶寶珠斯說 弗霈迫喬治要睡覺囉 Hep 寶寶豬說晚安 我可愛的小豬們 還有鈴聲 我有沒有看到這個燈會亮 等下自己就會洗掉了 喔!洗掉了 然後再往前面看呢 有一個庭院 然後庭院有一個mati puddle 呃...你坑 我們讓佩佩試試看齁 所以呢 欸? Yippee!! 佩佩说 Ippie This is how you jump in my tea puzzle 这就是 怎么翻译呢 你看我如何跳水坑 佩佩在笑 佩佩和朋友们一起跳水坑笑得很开心 If you jump in muddy puddles You must wear your boots 如果你要跳泥坑的话 你一定要记得穿上雨鞋哦 Ippie 所以呢我算了一下 这个呢总共有五句句子 这个也有五句句子 所以呢还蛮酷的哦 This is how you jump in muddy puddles 所以这就是我们今天的比较 所以我们看一下是小组的 这给大家回顾一下 这是小组的 那小组的呢 它的东西是可以flip 可以翻面的 像这个浴室也是可以翻啊 I know 可以变成泡沫 那大组的呢就没有办法 但是大组的可以讲话 If you jump in muddy puddles 但是蛮敏感的其实 我只要震动到桌面啊 这个就会讲话 你看 If you jump in muddy puddles 还蛮猛的一直在讲 OK所以呢就是今天给大家介绍的哦 美国最新出的佩佩屋 应该算是豪宅吗 也不算应该算是大屋吧 四层大屋 你们觉得呢 你们觉得可爱吗 感到还没起来 等一下他们两个看到一定会玩风 那你们觉得这两组呢 哪一组比较可爱呢 你们觉得之前这一组可以翻面的 flip的比较好玩呢 还是这一组呢 四层大屋会讲话的比较好玩呢 你们觉得呢 请在下面留言哦 最后祝大家有个愉快的一天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